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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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五期好哥念题一共43次 其中挑战者赢了19次 比例44.2% 小米姐念题18次 我好偷懒 好哥够心疼嫂子的 挑战者赢了6次 比例只有35.3% 所以我不适合念题 以后都应该让好哥来念 你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好哥念题 我们挑战者胜率更高 对 我们现在有助攻时刻 一任青年一共助攻了44次 成功29次 比例65.9% 唯独有一位 助攻了8次 只成功了一次 虽然楚真输的次数最多 但是这是由于楚真站的时间长 助攻的次数也多造成的 而有的选手 只助攻了一次 失败了一次 因此不能证明 他的实力比楚真更强 对吧 小米姐 那个人是谁 是我 咱俩都是少马戏 对 这里我还要为楚真说几句公道话 一号坑位选手 胜率最低 十一战只有五胜 三号坑位胜率最高 楚真好几期 都站在三号坑位上手泪 并且成功了好几次 没错 所以他一个人 就拉高了三号坑位 手泪成功的胜率 没错 你这话特别公道 所以你今天站在了一号 胜率最低 你小心一点 说完了选手 接下来我再说题 目前二选一的选择题呢 一共出现了2146道 其中右边正确的是1253道 占比58.4% 所以可以认为 这初题组的老师更倾向于 把右边的选项设置为正确答案 我听完你刚刚所有的分析 我就帮你捋一捋整个思路 就今天他如果想站上一站青年位 首先第一 他要选一号坑 第二 好歌念题 第三 不会的时候选右边 有没有想要去这一号坑位 虽然我们的红阳带了很多很多的数据 但我们还是想先来听一听 所有的这个一站青年 他们会不会来选择红阳来出站呢 请考虑 请表达 飞鸣 郭凡 星雨 土珍 对 现在一号坑是我嘛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我给自己手累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输过 以前这个一号坑是魔咒坑 就连着输了五次 但是是我打破了这个魔咒坑 你懂我意思吗 是一号坑 对 虽然站的是楚真 但是他也是一号坑的定海神阵 对 龙凡 我是唯一场上学计算机的吧 应该是 我觉得在你的身上 有我特别欣赏的地方 你有着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或者高精尖技术人员身上 所有的那些特质 所以我觉得你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获奖 获奖 来 现在我们的几位都已经表达过了 张红阳 你可以直接选择你的对手了 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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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选人的时候也是有攻略的 这个攻略如果我挑战成功了 我肯定不会告诉下一位选手 如果我挑战失败了 我就告诉下一位选手 好 冯凡 你要考虑一下 选择什么样的赛制来应对他 我觉得他分析了那么多呀 但是人生最有乐趣的一点 在于他的不确定性 不妨我们就来更加刺激的抢单 但是还有一点 你要谁帮你补体 之前两次都是您念题的对不对 对 既然那么辛苦 我 那你一定会输 我念 我不怕输 我不怕输 来来抱一下 我的天 那得直接交给小敏姐来念吧 就交给小敏姐 大丈夫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女主持人的念题 加油 请就位 打击开始 哪位日本导演的外号是前草小子 北妖王 阴眼回看 北妖王 攻凡未快 加分 哪位艺人年轻时参加过组合 蓝色风战 黄火 回看 黄火 好吧 2比0 被史学界视为 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的 柏阳胡志战 发生在朱元璋和哪方势力之间 陈永亮 好 有小说不小心的旅行者中提出 后发展成为 科幻故事常用主题的 是哪个著名的悖论 独悖论 也叫外独武悖论 在《倚天同东西》当中 必须武当七侠合体 才能使出的阵法叫什么 武当七侠阵阵 武当七侠阵 不是 这张武七侠阵 嘴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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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宏化作春泥的过程中 其主要作用的是什么 扶上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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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好吧 毛主席的词作 要扫出一切害人虫的 下一句是什么 全无敌 全无敌 公反未快加分5比2 在《动漫骑龙珠》中 龟仙人参加 21届天下第一舞蹈会夺冠时 化名为什么 通龙 在古代汤玄和温泉 4比5 4比5 著名的已少圣多的战役三皇之战 发生在当时的哪个国家境内 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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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阳怪 连斩3分 漂亮 追上5比5打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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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入助攻时刻 请听听 暖制空气流经寒冷地表产生的是什么类型 评留我 攻凡特为自己赢的一位队友 他是谁呢 龙飞鸣来了 龙飞鸣答题继续 比特一机灵是哪个漫威超级英雄的感应能力 蜘蛛甲 对呀 加分啊 三江平原是由黑龙江松花江 不说李嘉 三国演义中 朱格亮认为 鼠将魏妍有什么不值得性感 方布 龙阳 我太理解你了 这个赛制对你来说优势不大 到达赛减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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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的 龟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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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结束了 不好意思 其实我在临走之前 我还有一些话要说 我上次来一战到底的时候 我是非常紧张 但是经过这么大的场面 我的紧张感下去了 这主要体验在 我考教师资格证的时候 来之前 我考过一次教师资格证 比试过了 面试没过 来之后 接下来再考两颗教 接连考两颗教师资格证 面试都过了 所以说 我非常感谢一战到底 对我 对我人生的帮助 那自己的一种锻炼嘛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也谢谢来到我们一战到底的舞台 再 见